英国国王查尔斯承认罹患了癌症 还被美国杂志爆料 说他只剩两年的寿命 据说这一连串的负面事情背后 都跟一顶被诅咒的王冠有关系 其实那个英国王室 最近从去年九月 那个伊丽莎白二世 女王过世之后 查尔斯王者查尔斯三世 登基就变成英王之后 就一直不断的有很多事情 算是多世之秋你知道吗 那现在你看 二月的时候又查出来说 查尔斯三世 才刚登基为英王没多久 竟然被查出来说罹患了癌症 那么英国王室他一直不愿意证实说 他到底是罹患了什么癌 可是你看 最近美国那个名人八卦杂志 就开始讲说查尔斯王子 他这叫罹患什么 癌王 胰臟癌 我们以前听过很多得到胰臟癌的 那个时间都不会太久 像贾博斯也是 而且他还写得很清楚告诉你说 查尔斯三世剩下两年的寿命 而且整个英国王室都知道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更夸张的是他还暴露说 其实英国王室已经左手规划丧礼 这个丧礼名称都有了 叫做什么 没赖喬行动 你说得这样 看起来查尔斯王子 查尔斯三世 应该是情况非常不妙 那刚才讲说 为什么英国王室最近这几年来 一直处于多世之丘 你看 包括你看 除了说查尔斯三世得了癌症 对 现在有媒体报导出来之后 其实连凯特王妃 就是这个威廉王子的那个老婆 也证实说3月22号也证实 他还录了一段影片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出来跟人家讲说 他确实也是离坏癌症 而且这个癌症目前接受化疗 所以你看 接二连三 包括他公共得了癌症之后 现在他也得了癌症 可是之前 之前包括你看 他们英国的很多王位继承 孙卫 包括威廉王子的那个弟弟 叫做哈利王子 他当初娶了他老婆梅根 他们竟然 在2020年的时候 宣布停止 跟王室的任何活动 我跟你王室没关系 对不对 我不要称为殿下 对不对 我把这个王子的头衔浪出去 可是要保留王爵 公爵的一个爵位 可是说真的 为什么他当初会跟 梅根出走这个王室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个梅根 太有名了 很受支持 那他们八卦那个杂志 天天狗仔 盯着他们一直看 走到哪里 干什么东西都一直拍 他就觉得说 我待在王室不自由 很感慨 而且我说我这个梅根 我打老婆 有一些很多东西 可以去发展 所以他被限制 如果在王室待着的话 他会被限制发展 所以他就说 我要脱离这个王室 除了这个成员 这样接二连三出事 其实包括查尔斯三世的弟弟 这个安德鲁王子 也被流放 因为他之前跟一个已故的富商 艾伯斯坦 这个富商就是因为很多的性犯罪案 你看人家讲说 是不是因为你跟这个富商 这个性犯罪案 你帮他通风报信 或者跟他有一些勾结 最影响王室的整个形象 所以他就把他流放在外 所以你看整个王室 接二连三一直出事 所以这个出事到底出了什么 问题 如果在台湾 还是东方国家的话 一定去找什么灵媒或什么 去看一看 看风水什么的 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你看 去年5月6号 这个查尔斯三世加冕仪式 有没有 竟然我网友拍到这个整个画面 很诡异 你看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一个人滑滑滑 有点涂过去 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画面的很多 我们台湾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对西方人来讲的话 刚才走过去那个人影有没有 有没有很像一个东西 很像还拿这个镰刀的感觉 很像那个死神有没有 全身穿着黑袍 罩着黑袍 还有那个头盖 而且手上拿了一把 好像镰刀 好像在吹吻 人家就说奇怪 为什么在西敏寺 这么神圣的地方 会有死神经过 对不对 后来为了这件事情 西敏寺还出来 特别特别的跟外界澄清 不对 这个人不是死神 真的有这个人 是我们西敏寺里面 一个宗教仪式的教堂人员 人家讲说其实英国王室 从以前就一直存在的一个 叫王冠的诅咒 为什么是王冠的诅咒 其实伊丽莎白二世 那时候驾崩的时候 这个王冠 要交给他那个查尔斯三世 其实查尔斯三世 要继承这个王冠的话 他也不大敢戴 照理来讲是该 由他的老婆卡米拉来 王后来戴 因为都是给女生戴的 对不对 可是后来两个都没有戴 包括那个什么英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话 他在这个葬礼上的话 卡米拉也没有戴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怕这个诅咒应验 对不对 所以后来这个王冠一直放在哪里 放在伦敦塔里面 风存起来对不对 所以很少拿出来露像 好啦 那这个王冠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这个王冠 不是说这个王冠的诅咒 是因为王冠上面的这颗钻石的诅咒 你知道那钻石有没有 世界上这个十字架上面 最快这个站钻石有没有 对 那个是世界上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钻石 你知道吗 105克拉 对不对 而且这个克拉 这么大的一个钻石在这边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光之山 那这个的话 如果有女生 王后或者是什么 一些女王来戴的话 通常都没事 所以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她在那个在位70年 有没有 那她戴着这个王冠 这个钻石都没有出事 对不对 那可是400多年来 其实男生只要碰到这颗钻石 马上不是死于非命 就是有悲惨的下场 我们先来讲 这个最早这颗钻石是在什么 印度被挖出来 第一个得到它的话 就是1628年 有一个叫做蒙乌尔帝国 大家知道那个蒙古 那个时候不是蒙乌尔帝国 很有名吗 对不对 那时候统治者叫做沙甲汉 他拿到这颗钻石 因为拿到人家共性给他 对不对 有这种东西不能藏 不然你叫国王知道 你也不能操战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这个沙甲汉 竟然创立了一个大帝国之后 他竟然被他的儿子软禁 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 伊朗有一个统治者 叫做纳迪尔沙 对不对 这个也很夸张 他侵略了那个蒙古的帝国之后 每个人 第一个就是搜刮保护 对 这全世界最大钻石 他就聚为己有 聚为己有之后 没多久 他在一次出巡 战争之前 他在巡视军队的时候 竟然被金家的军官给暗杀掉 这两个都是男性 对 男性 所以他们就赶快去翻这个历史说 为什么这颗钻石会有这样的诅咒 后来竟然在印度教的经文里面讲说 谁拥有他 就谁就拥有整个世界 谁拥有他 谁就得承受他所带来的灾难 唯有神 或一位女人拥有他 才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 这个接下来 其实大家又在讲说 除了这个王后的一些诅咒之外 英国王寺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人家说做这个 戒二连三出现了一些事情 对不对 那后来 很多人就开始研究 英国王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我总要去查拆透 因为英国王寺在很多大英国协会 英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他们很想了解说 这个英国王寺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好了 他们就开始去找什么 以前大预言家留下来的预言 这个最有名的就是 诺斯特拉达 有没有 那时候留下的预言诗中 就有一段写到说 群岛之王被武力驱逐 取而代之是一个没有国王印记的人 被驱逐没有国王印记 大家就想说 这些继承顺位里面 哪一个没有国王印记 我刚才就讲到说 哈利王子 对 可是他目前看起来 他是第五顺位的继承人 对不对 王室第五顺位 因为接下来是 威廉王子 对 曹老师三出就是威廉王子 威廉王子 他下面还有三个子女 所以轮到哈利王子 第五个 那第五顺位继承人 可是看起来没有国王印记的人 真的就是哈利王子 因为他已经退出王室的整个运作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哈利王子 会终结这整个英国王室的未来 都不知道 我们等着看 可是另外有一个百诗集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那个古时候的 有关于欧洲的一些预言 他曾经很精准的预测 英国脱欧或者是一些历史 对不对 他现在就指出未来 某认英国国王统治会被中断 那大家就想说英国国王统治会被中断 为什么会被中断 对 除了被打败之外 或者是有人革命起来推翻他之外 到底怎么样 所以他们又再去查了很多资料 发现说这个神鬼先知 有没有 法国预言家 他在里面 我们刚才讲说 那个什么 诺斯特拉达 他写的东西的话 要看得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原因 他那时候在1955年的时候 一篇预言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他说战争结束后大国发生变化 在海岸边有三个漂亮的孩子出生 对不对 他们长大后会毁了这些人 三个孩子 因为一直在战争结束后 你知道吗 魏廉王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吗 什么时候 是大安娜王妃在福克兰群岛结束之后 出生的 所以这战争结束后大国发生变化 四千点刚好 对 而且海岸有三个漂亮的孩子 三个孩子是谁 我们刚才讲说威廉王子 哈利王子 还有一个就是碧翠斯公主 所以你看查尔斯三世有三个小孩 是不是因为这三个小孩最毁了 长大后会毁了这些人 要改变这个王国不让他成长 我们大家就觉得说 这看起来好像很多预言 已经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符合很多的情节 到底是不是这样就不知道了 不过说真的 这个会英国王室未来会发展怎么样 不知道 可是之前你看每日新报 有一个叫Smith Logan Smith的 他曾经有网友就发布了一个 2022年7月6号 他已经发布在账号发布文 他预测你看 update 他还告诉你还有update The Queen 就是讲什么 伊丽莎白二世 大爱什么时候死的 他告诉你说 September 8 对不对 2022年9月8号 一天一天都不差 可是更惊悚的是什么 他接下来搞说 King Charles 查尔斯三世 Dice也死了 还有日期 对 什么时候死的 March 28 3月28 2026年 你看 两年后 对 现在都已经什么 今天4月1号 这不是愚人节的笑话 今天已经2024了 所以看起来跟刚才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八卦媒体讲的 查尔斯三世得了癌亡 一胀癌对不对 他的寿命只剩两年 会不会就真的 如这个预言所说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 政界 双界 演艺界 跨界揭秘 众案 选案 逢击案 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 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 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